在我们熊猫频道的镜头下完整地展现了大熊猫的生活 很多网友看到大熊猫的生活之后都会说 好懒呀,吃了就睡,除了睡就是吃 那么大熊猫真的像我们口中所说的那么懒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熊猫确实不算勤快 只要有吃的东西就不怎么动 但是我们两脚兽和熊家相比,又能好得到哪里去呢 况且这不仅仅是大熊猫的特色 大部分生物都随时面临饿肚子的危险 没说乱跑,不但浪费能量 还有可能暴露在捕食者的眼中招来杀生之火 好奇心强,整天不安分的动物其实才是少数派 但是虽然熊猫平时不爱动 真的要动的时候可是毫不含糊 至少每一个在野外被熊猫追过的人都可以作证 它爬山的速度足以让人类望尘莫及 而且在日常生活中 圈养大熊猫活动较多的时间 都跟大家观看大熊猫的时间不一致 就像清晨七点多,熊孩子们刚起床的时候 大叫一个淘气 经常有打架的,先床的,风跑的,爬门的 不把院子拆了都是万幸的 大家也不要因为大熊猫看似懒惰 就觉得大熊猫没有攻击力 所以一定要请大家文明观看熊猫 不要试图接近 大熊猫看似懒惰 但是这是它的一种生情策略 想知道更多熊猫知识吗 请继续关注 熊猫百科全说